法华钟声第106响 法古山 每一年的除夕壮中 为国家、为世界祈福 不仅仅是宗教界的盛事 也是安定民心 对社会、对国家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过去马总统在任的时候 每一年都参加 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 也每一年都参加 但今年 他本来也按计划 要前来参加今晚的盛事 但是因为国事繁忙 今晚不客出席 所以特别要求清德 代表他前来参与今天 重要的宗教盛会 我请代表蔡英文总统 感谢法古山 果非方丈 以及全体法师 在场各位嘉宾 大家共襄胜取 并且 也代表蔡英文总统 能够 为大家祈福 也希望 刚刚果非方丈的开示 能够为全世界 所响应 大家都能够具备 智慧 慈悲 柔和忍辱 一求 恶务战争 早日结束 能够让 乌克兰的人民 能够离开战争的 水深火热之中 二求 疫情 能够早日结束 让全世界的人民 可以过正常的 生活 三求 印太地区 两岸 能够和平 稳定 发展 最后 我个人 也要利用 这个难得的机会 祝福在场 各位嘉宾 全国的父老乡亲 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 农历年是兔年 大家能够增长 刚刚方丈 法师的开示 能够福惠双掌 和家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希望 今年 海峡两岸 当局 都能够 以对话 取代 对抗 以 这个 和解 来 这个 消弥战争 希望 两岸 能够尽快回到 十年前 海峡两岸 那样 和平繁荣的状态 因为 战争 没有赢家 和平 没有输家 谢谢大家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 跟秘制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相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